今天需要來看 2015年5月天 是選擇閉關復興專輯 他們沒有舉辦跨年演唱會 不過當然也沒有閒著 包括擔任了像是蔡依林 還有梁靜茹的演唱會嘉賓 而其中阿信更是因為 他的幽默機制 而且不冷場成為了 演唱會的嘉賓專業戶 2015年最後一天 5月天在網路發佈這首勇敢 希望陪歌迷勇敢邁向2016 這首阿信填詞 怪獸譜曲的台語歌 其實一開始 並不是寫給自己唱的 我們剛剛那個地方再一次 怪獸作證錄音室 幫台語歌手王世賢 詮釋出屬於他自己的勇敢 王世賢現場演唱 五月天幫忙伴奏 這樣的跨界合作 是五月天沒發片這段時間 一直在進行的 五月天的阿信 五月天 不管男歌手還是女歌手 只要五月天當演唱會嘉賓 台下的歌迷只有一種聲音 大家喜歡這首五月天嗎 只是出場尖叫聲就快要先犯屋頂 更別說一起合唱 女子天團 SH1和男子天團 五月天的結合 合唱只是演出的一小部分 真正的爆點 是看到不常說話的 五月天團員開口 你用吉他彈 大家好我是怪獸 大家好這可以 好 怎麼感覺有這樣罵髒話 有一點 好 那馬上 該你了 馬上 你掰回來了 恭喜你 怎麼說 她那時候 金曲獎黑到我 卻好像被蛇咬到 中毒 沒有 去度假的 她現在有度假完 心情很愉悅對不對 那彈貝斯的部分 會自我介紹嗎 也要罵髒話嗎 沒有 就是大家好 大家好就好 為什麼要罵髒話 就是比較低層 比較性感的大家好 我覺得他們一定 超後回來當我們嘉賓 我知道你有在演戲 希望哪一天 可以跟你一起演戲 天啊 我沒有想到 我已經結婚的人 我的老公 我的公公婆婆 我的爸爸媽媽都在現場 我還可以做這種事情 好希望你們有一天 真的可以一起合作 一部戲劇 你有點負擋好不好 能這樣開玩笑 證明雙方的好交情 吳月天和SHE的緣分 得從這一首歌說起 看不到 找不到 等不到 你的Hero 為何不做自己 只熟成天的虛弱 像是虛弱這首歌 是 就是 你唱這 是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還一起進入錄音室 你當我們的製作人 對 對 然後還有啊 其實五月天這首歌啊 Selena 那 跟阿信有親自 喔 對喔 在五月天面前 SHE 彷彿變成小粉絲 更直接坐在舞台上 欣賞偶像演出 被其他歌手當成偶像 五月天也有自己的偶像 2010年 他們如願唱進將會演唱會 謝謝二姐 其實我覺得比較難得 因為 我本來想說 二姐要開演唱會 要買票 結果買不到 那今天剛好當嘉賓 算是賺到 我知道二姐聲音好聽 然後人也漂亮 而且我今天發現 穿這套還很性感 唉唷 真的嗎 不要再求冠了 這樣撞不住 大膽開二姐的玩笑 阿信當嘉賓 除了演唱 和女歌手的言語互動 也很有效果 現在有一個會員 就是 我眼睛不知道 要放哪邊 因為我眼睛 我眼睛在這裡 但是我視野比較寬鬆 所以 有點害羞 面對穿著暴乳裝的蔡依林 阿信展現紳士風度 一度脫下自己的外套 要給九令穿 兩人的淵源 是蔡依林回母校輔大演出 第一次想要 因為某個人退出歌壇 因為我在唱的時候 我都可以聽到螞蟻在走路 就是完全沒有人有反應 但是當她唱歌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站起來 請當年 讓她恨得牙癢癢的阿信當嘉賓 蔡依林要在阿信面前 把掌聲找回來 快樂 你也要懷疑 我都要下去 相隔三年 蔡依林再次邀請五月天 擔任演唱會嘉賓 但阿信應並缺席 你看像今天阿信沒來嗎 對 你知道這個阿信沒來 因為他過敏對不對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功力已經大到 他喊蔡依林他整個人都過敏 那天我們才電話通過之後 欸 後天那個 蔡依林演唱會 對 我們要唱什麼歌 就是要確認一下 對 他聽到蔡依林 沒有 他就說 Jolene啊 欸 等一下我過敏了 哈哈哈哈 對 我就說我功力變好了 對啊 又不然他每次都不知道眼睛要放哪裡 而且你看我今天包超高的 到喉嚨來了 取代阿信的主唱位置 自主五月花樂團 蔡依林過足肝癮 有同樣待遇的 還有陳和瑪莎 相戀過的梁靜茹 我想聽你們其他團員也一起唱這樣子 好 那 給那個瑪莎一個麥克風醬 我的意思是說 他不用醬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唱他一定合音 你 對 他只能合音你知道 我知道 他要是當主唱五月天不會紅啊 雖然很虧瑪莎 但兩人最後還是合唱 替演唱會帶來不小高潮 不只女歌手 男歌手也很喜歡 請五月天站台 周董演唱會 周董演唱會安可曲 突然唱起至名與春嬌 原來神秘嘉賓是五月天 歌迷的尖叫聲完全蓋過五月天的歌聲 會有這次的合作 純粹就是周杰倫欣賞五月天 現場表演的魅力 壓力是非常大的 因為真的很怕唱不好 我終於請到他了 金曲歌王林俊傑譜曲 五月天阿信填詞 兩人合作的黑暗騎士 替林俊傑的演唱會掀起高潮 其實不只《黑暗騎士》 楊宗偉出道的首張專輯 唱紅的這首《洋蔥》 也是阿信填詞譜曲 這首傳唱度超高的歌曲 拿過年度單曲第一名 叮噹也詮釋過女生版本 你會發現 你會壓抑 你是我最壓抑 最深處的秘密 自己寫的歌被別人唱紅 五月天乾脆自己拿來唱 創作和演出都有獨特的魅力 五月天證明天團兩個字 不是自己和歌迷說了算